现在我在四川城堡重造最大的美国工厂这里 厂门口对面就是张牧中心 今天还来了蛮多人应聘的 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厂门口这里也有很多人带着行李在这里等候 应该也是过来应聘的 但是他们还没有去张牧中心那里排队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们身后这里有一块广告牌 是应聘的一些流程 还有入职的奖金 第一个月奖300 第二个月奖400 第三个月奖500 现在入职还挺划算的 还有奖金 来到张牧中心这里了 张牧中心这里排起了大厂门啊 我目测的话都有五六百人了 他们正在排队等候入职 因为现在还是疫情期间 厂里面管控的还是比较严 毕竟每天都有那么多人过来应聘 所以每一个应聘张牧中心的人 都要少一下这个行程健康码 还有进张牧中心 偶尔也会对他们每一个进行一个温度检测 其实这个厂的工资也不算特别高 苦工倒数工资的话应该就在三四千块钱左右吧 但是还是有这么多人喜欢来进这个厂 等一下找个兄弟问一下 看看什么原因 刚刚找了一个今天来应聘的兄弟问了一下 他说虽然这个厂的工资不是很高 但层次这边还算中等吧 但是这个是大厂 比较正贵 按照劳动法的 不买工业金 不买保险 而且每个月的公司准时到账 如果不出什么问题的话 他打算在这里好好干 朋友们 你们喜欢进这种正贵的大厂还是小厂呢 还有评论留言 好了 这新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